接下来要为大家谈到的是跟经济和科技有关的几个话题 首先先来谈谈有关于瑞信的问题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关注到了硅谷银行的相关情况 在过去的几天里其实瑞信的股价可以说是过山车一样 先是大跌然后又大涨30% 现在也让整个欧洲的银行业觉得十分的紧张 但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看到欧洲央行继续原来的加息步伐 似乎不为这件事情所动 那么我们的网友观众就有一个问题 说现在是不是美国倒了一个银行 欧洲又倒了一个银行 是不是全世界又一次金融风暴已经到来了 那我们首先说瑞信股价下跌这个幅度的确是相当的可怕 在周三的时候是下跌超过31% 一夜之间欧洲银行股的市值就蒸发了 超过750亿美元 而随后瑞士的监管机构是向市场喊话 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会继续向瑞士信贷提供流动性 然后瑞士信贷在美国上市的ADR出现了大幅的回升 但是当天还是下降了不少 瑞士信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不是第一次 往往我们就说银行系统如果是出问题 往往是最薄弱的一环先出问题 那么之前好几次面临类似的问题 那么瑞士信总是从他这先出问题 这个很多中国网友现在也是我们叫吃瓜群众 我们记得中国之前有个咖啡连锁店 叫瑞士信被一家做空机构揭发出 大规模的账务造假 最后是以赔款将近2亿美元 达成了某一种和解 结果现在瑞士信咖啡似乎是重新翻身 换了名字又要再上市 而且现在瑞士信咖啡还突飞猛进的 在亚洲继续扩张 要在三月就进入新加坡市场等等等等 因此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瑞士信这一家丑闻缠身的中国咖啡品牌的股价 居然是超过了瑞士信的股价 那么说到说到这个这个银行业相关的话题 现在欧洲银行是不是也出了问题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欧美两个地区的这个银行业监管的比较 一般认为整个欧洲的银行系统比美国监管的要更严 整个这个银行系统也更加稳健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三之前 整个欧洲的银行股的总体表现比美国的股票表现也好 那我们就知道欧洲和美国的这个金融监管系统 其实在过去的特别是2008年之后 是有一系列的加强监管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举动 那么与美国的这个银行业相比 欧洲银行业的资产中的现金部分更多 所谓的现金部分就是在出现紧急的情况下 你可以迅速卖出的资产 同时现金资产是不太容易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那我们这里说这个现金资产是广义的现金 那不仅仅是包括我们真的意义上的现金 也包括一些短期的政府债券 比如说三个月的美国国债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欧洲呢要求银行持有足够多的流动资产 其实呢就是为了客户出现大量挤兑这种情况下呢 银行可以有足够的现金能够满足啊 这样的我们叫bank farm的这一些现金的需求 那么在这个流动性的覆盖率啊 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出现银行的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银行业的这个流动性覆盖率啊 比美国要好很多 那么之前呢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欧洲银行业的流动性覆盖率平均来也呢 大概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美国的这个数字啊只有百分之一百一十八 所以呢简而言之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讲呢 欧洲的银行是更加稳健的 在2008年之前呢 其实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对于银行业的这个监管都相对的宽松 但是呢在二零零八年之后啊 美欧的监管体系其实都要求银行提供更多的 提高自己的资本水平 提高我们刚才说的现金流动性的覆盖率 同时呢也要减少债务啊 减少就是通过债务来支持的业务增长 等等等等 因此呢从这个监管的严格 还有银行本身的账务的稳健角度来看呢 今年和二零八年前那个状况相比 现在我们叫做底层的情况是更好的 但是啊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区别 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就是二零一八年 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时期呢 是推动了一系列松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二零一八年美国的这个监管机构啊 又对啊这个资产规模在两千五百亿美元以下的银行 做出了监管的相对的松动 放松了对于一些美国地区性银行 流动性规定的约束而我们熟知的硅谷银行 就是被放松监管的地区性银行之一 这里呢要特别提硅谷银行的这一位董事会主席 当时呢正式游说美国要求放松对于小银行 监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那么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啊就是啊这样的像像硅谷这样的啊 创新的所在之地 那如果呢对于银行的监管太严的话呢 会阻碍美国的创新力量的发展 所以呢现在啊很多大家在批评硅谷银行的时候呢 也会重新找出贝克曼当年啊 再向这个这个这个啊 美国的一些联邦机构 以及美国国会游说时所提供的这一份啊 有关的这个证词 那么说到这个硅谷银行啊 那昨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位研究者啊 打的一个比方 说这个美国过去几年呢 就像我们的这个啊 在在在冲炮拿铁的时候要有个打炮机 那我们知道本来你只有一小杯牛奶 你用打炮机一打 一小杯可能就变成一大杯了 但是啊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上面不断的在打炮 显得好像上面整个这个咖啡的液体啊 越来越体积越来越大 但是你下面还有一个孔洞 液体还在不断的出来 你一旦这个液体啊 你但是没有了 你上面这个炮就是支持不住的啊 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比喻 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 我可以说是 我觉得是是比喻的非常恰当的 那么也知道过去的这一些年啊 过去的可以说是2008年之后的这一些年 美国处在一个极低利率的一个一个情况下 那基本的啊 这个这个借债啊压杠杆成本是非常之低的 就导致有很多浪费性的项目出现啊 那我们也知道 如果呢利率比较高的话呢 那么往投资者要进行某一种资产配备啊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长期债券啊 利率比较高 这些稳健性的政府资产里面啊 多有所配额 但是你的利率如果这么高的话呢 投资者就更有动力啊 把这个钱放到一些 我们叫做高增长高风险的项目 因此呢硅谷可以说是过去十几年间啊 美国这种低利率的政策的一个一个直接的得益者 但是呢 现在呢泡沫还在不断的发酵 而底层的液体呢 确实越漏越多 因此呢 现在啊 是不是进入了一种危机的状况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的关注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